各位美丽薰世界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吉祥 昨天刚刚过了正月十五的元宵节 那么在多伦多的华人社区里头 也有一些活动在进行 那么我看在我们多伦多佛光山 也是一样叫人山人海 看来这个光明 真的是大家所希望的 所追求的 那么光是过一个年 到佛光山来点灯的人 都几千盏灯都有 我就讲这个上灯法会 希望除了是您点一盏灯来供佛 那同时也是供养一份光明 更加是开启自己的一份光明 那么每一次在这个正月十五 或者说月圆的时候 我要是有一点空档时间 可以抬头望明月 看着明月 其实我会想起一个人 这个人就叫做梁宽禅师 他的典故还有他的一些书籍 是我非常相应 很欢喜 梁宽禅师是日本江户时代的一位出家人 他本来在一个很大的寺院当住持 退休之后 自己接个好像毛棚这样 一个小安堂 过着很清平的生活 那么有一次他外出去红法 回来的时候 他发现好像有小偷进到他 那个破毛庵里头去了 但这个小偷怎么样 他应该是东翻翻西翻翻 因为梁宽禅师其实就是两袖清风 真的是完全清平的一个人 那么大概这个小偷也觉得说 怎么还有人比我还穷的 他来这家 这个屋子里偷东西 没有东西可以偷 正在那里要 好像开门要转身出来的时候 梁宽禅师就刚刚好要建门 撞个正着 那小偷当然是吓住了 梁宽禅师就跟他讲说 你大概是不远千里而来 让你空手而回 我觉得很抱歉 梁宽禅师其实就那么一件 穿在身上的衣服 是好像外出还可以 比较可以见人的 那么一件衣服 他就把他这个法衣脱下来说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这件衣服就送给你好吗 那个小偷大概已经吓到 这个魂不附体了 这么一说 他就抓着衣服就跑了 跑了之后梁宽禅师转头 就正好月圆日 他就映着这个月光 看着这个小偷 落荒而逃的背影 梁宽禅师就看着这个背影 感慨地说了一句话 说可惜 我不能将这美好的月光送给你 我就是对这句话 这个感受很多 就我想象 当我这样讲的时候 其实我的这个心里头 是有一幅画面 就在月光下 一个小偷落荒而逃的背影 然后一位赤着上身的出家人 这个一位老禅师 然后望着那个背影 心疼地说 可惜我不能将这片 美好的月光送给你 其实梁宽禅师讲的 这片美好的月光 代表的是内心的光明 也可以讲 就是当一个人 他不管他心性皎洁 或者是他充满智慧 所流露出来的 一种自信的光辉 梁宽禅师说 能送他就是这个身外物 但心里头那个美好的 却没有那个因缘送给他 就讲到这个内心的 这个美好的 这一件东西 我想到另外一位禅师 叫食屋禅师 这是另外一个有趣的公案 这食屋禅师 有一次也是外出 那么这个错过 寺院挂单的地方 他就投诉旅店 那旅店呢 因为没什么钱 得跟人家一起住 那住同一间 这个房间的人 晚上就出去了 天快亮的时候才回来 他住在那两天 两个晚上他都这样 到第二天早上 这个人又回来了 这食屋禅师心里想 这个人八成是梁上君子吧 怎么会晚 咒服夜出的生活呢 所以这个同住一间房的人回来了 他问他 他说你是小偷吗 这个算杀同房的人 看他是出家人 就不妨就直言 嗯 是啊 他说那你这样两个晚上出去忙 收获有多少啊 他说总有个几两银子吧 他说哎呀 哎呀你这样偷太少了 哦 这个小偷啊 就想说哇 原来眼前这个还是前辈啊 大概是什么大偷之类的 就请教他 前辈请指教 怎么样可以多偷一点啊 这个食屋禅师啊 没等他话讲完 上前一把啊 就往他这个胸前啊 这个衣巾的地方就抓住他 就说这里啊 这里啊 就比着他的这个胸口啊 就说这里啊 有无尽的保障啊 你懂不懂啊 这个公案我就觉得很有趣 告诉我们 我们就是眼睛向外看 想不管是这个强取豪夺啊 或者是想尽办法争取来的这些种种 由外而来的还是有限的 但如果你懂得开发 你的这个内心的保障 内心远远不断的 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解的保障 那么在今天来讲啊 因为上登法会过后啊 我们已经就是要进入到 这个3月3号 我们人间学院要开学了 接着这个良欢禅师也好 食屋禅师也好 他们是那么样 这个明白 就是体会得到 这内心的保障 取之不尽 用之不解 人间学院开学啊 其实也是邀请大家来 不管你参加的是佛学班 才艺班各方面 都是在开发美化 我们的生活也好 开发心性也好 尤其这一次呢 我特别正式下了一番苦工啊 把这个 我认识多伦多的这个社区的朋友们啊 这十几年来啊 我大概重新做了一番规划 按照这个程度啊 就是按分初级班 中级班 几个学区 五大学区 那开的我刚刚计算过 好像十六个班 到处都要讲 讲佛学 其实我不是在传教 就像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我也不是在传教 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我只是要大家明白 这个世间上有宝 它叫智慧 这个智慧呢 在佛法之中 佛陀传授给我们好多好多啊 那么只能用我们很有限的时间也好 体会也好 把它安排在佛学班之中 要跟大家做分享 很希望大家 一起来参加佛学班 开发您心中的宝障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